各方的题目 它的需求是这样的 B栏里面的资料 每四列会是一个人的资料 每四列会是一个人的资料 那我希望把它 每四列的资料 分到这边来 直接帮我 这个放到这边 这个放到这边 就是一个纵向变横向 那你想说要怎么做比较快 是不是可以这样 而且贴上过来的资料 前面的东西 冒号前面的东西 冒号包含 也要去掉 那怎么做呢 那最笨的方法是这样的 选举C,C,V,C 那我看这件事情永远做不完 那可能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什么 顶多就加上转字吗 贴上转字 转一下方向吗 有没有 也是有里面有 选择性贴上转字 可是好像还是要贴很多次 而且要改很多嘛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向右向下一次完成 所以这一题的话基本上就是 它是 单一栏 转过来的话变成四栏 所以一栏转四栏 就是单栏转多栏 那当然你将来也可以练习一下 也另外一种需求是多栏 多栏转成什么 转成一栏 有没有 可以 反正互相转来转去栏 要不然就是 两栏变四栏 四栏变八栏等等 那这个其实概念上都差不多 那怎么做比较快 首先第1个 其实如果说我今天用什么 用index 函数的话 还记得吧 插入函数里面 我们用那个 检视与参照 那你这个地方用VIP函数大概是 比较 麻烦一点 可能用index函数 会稍微 容易一些些 那index函数前面有讲过了 他大概会需要哪些东西呢 第1个倒是他范围 这个范围 第2个告诉他 列哪一列 第几列 Colin Colin是第几栏 哪一栏 其实他只有一栏 所以呢 这个栏最简单 1 范围的话 就是这个范围 可是列的话 那就是第几列 刚好他就是 如果你选的那个范围 刚好就是这个范围的话 不包含那个栏位名称的话 那一定就是刚好1234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将来呢 向右如果是刚好12345678 那不就资料就几乎就全部过来了 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刚好 可以让什么呢 这个地方 也许你可以先试试看 如何产生12 3 4 到下一个变5 6 7 8 9 有没有 12嘛 然后13 那这个有什么规则性 特别之后 其实那你要怎么产生 这样的一个表格 里面1234 就是每四栏 就是跳一个数字 这里的话 其实各位可以想想看 用column 跟row就可以完成了 那怎么做 首先当然 我们先 先把 其实也可以分阶段 一先产生那个数字 二再填过来 那不就可以抓到 我们要的吗 那再来把 不要的东西 就是前面的字串 切除掉 那就可以完成 我们要的 所以分阶段 OK 那所以 第一个 如何产生 这个表格 你先把资料删掉 然后 这边要 1到4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数 用两个函数 一个是column 一个row就可以了 column的话呢 如果你现在输入的话是4 向右的话呢 就4到7 可是我们是要1到4 怎么办呢 就减掉多少 减掉3不就好了 打勾 向右 1到4就有了 OK 向下呢 他还是1到4 现在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他呢 每向下一列 就帮我加4 每向下一列 又再加4 向下一列 加1倍 4的1倍 向下 就2倍 3倍 4倍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向下 跟什么有关系呢 哪一个函数 会自动因为向下一列 而增加1呢 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有用个row row 这个函数呢 那这个函数 当然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我在第2列的时候 我不要加4的倍数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这个地方 可以先 再加上什么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以用row函数 不过这个row函数 它主要是 的作用是 如果你只要向下一列 就帮我加上4的倍数 那什么时候要加 什么时候不加呢 基本上 我们是 在第2列的时候不加 第3列加1倍 第4列加2倍 以此类推 所以呢 倍数的话 是乘上 4 可是现在呢 变成说 现在如果抓的话 它因为它在第2列 那2乘上4 不就是变加8 这个时候不用加8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它现在在第几列 第2列 先把它减掉 减掉之后就归0 所以 第2列就不加 可是第3列不就 3 减掉2 乘上4 不就是4 不过你记得要先减掉 才能够去乘 先减 也就是说第3列 减掉2的话乘上4 刚好就4的1倍 下一个 4的2倍 刚刚好 所以特别是要 这个做完之后你把它打勾 这个时候 1到4还是一样 可是你向下的话你会发现 1到28 大概32 全部都有了 OK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 那往后啊 这个用到机会还蛮大 以后反正我要产生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表格 我就是 前面这个column 产生的是它的编号 后面的东西呢 就是产生它的倍数 比如说我有四栏 那我的规则就是 先把它现在这一列 先减掉 再乘上总共有几栏 就是它的倍数 啊以后 所以好像 我们后面好像还有个 万年例 万年例不是要产生 1到7 就是一个月嘛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希望产生 1到 就是1到7 那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要变成 比如说我要 再 到42好了 那1到7就是 礼拜天 到礼拜六 对不对 那如果我向下填满 需要1到42怎么做 其实也道理一样嘛 如果你这个地方 要用 刚刚的方法的话 第一个一样是 插入那个 column 就是用 column去取得 我现在的 这个 最近使用过的 column 然后剪掉它现在 它现在第九 所以我可以 剪掉 8 OK先决定它的编号 1到7 所以向右填满 那可是向下波OK 怎么办呢 再加上什么 用Raw 规则 OK 剪掉它现在所在的列 再乘上多少 乘上7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你这边向右 也是1到7 可是你向下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万年例的话 就出来了 OK 其实这个 很多地方 都一样 所以往后如果你要产生 等一下配合index 就可以很容易抓到你要的资料 OK 这个概念应该有了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产生一个表格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以后 要产生一个表格数字 就是表格 里面是 几篮 几列 你可以很快产生出那些数字的话 那你就可以再跟那个index 结合 因为index就是要问你说 你是要抓哪一列的资料 所以很快的 所以 Color跟Raw 再配合index 真的还蛮绝配的 因为很多地方要抓资料 几乎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所以 即便再难的啦 你慢慢的反正把它切割 先推理 然后再找答案 其实很快的 就可以 把你的问题给解决掉了 好 好